蜜蜂秋环管理方面以下几点非常重要 请耐心看完 要把右勤的蜜蜂老巢批退出来 压蜂量 进批还值 要把老的巢批蜂王不残卵 蜜蜂不把守的 老巢批退出来 放在隔板外 我们再把隔板移肥去 我们把老巢批退出来 原因是为了提高多一些蜜蜂 出去采集花粉 回来库存 还值 我们这样做 才能够刺激蜂王大量 蜜蜂 还值 还值的过程很重要 我们发现 槽批上面有大量的新蜂出生后 让蜂王重新在槽批上面 蜜蜂化成幼虫 出生新蜂的时候 我们就能看到 槽框上面大量启蜂蜂 隔板也会有很多公蜂趴枝 到这个时候 才是正确加槽杵 我们加槽杵的时候 也要把槽杵 加在第一个位置 我们在这个时候 加槽杵的时候 不可以把槽杵 加在中间 如果我们把槽杵 加在中间 会导致蜂王不在两边的槽批残卵 就等于隔板一样 我们把槽杵 加在第一个位置 先让公蜂照完整起来 我们再调整到中间 这样才不会导致蜂王 不在老槽批上面残卵 要让蜜蜂把槽杵 造完整起来 一定要喂三次蜜水 因为秋环是有粉圆 是没有蜜圆的 所以我们才要喂 没有喂 蜜蜂是很难造完整起来 喂蜜水 一定要下午六点钟的时候喂 喂三次 一天喂一次 要看风量多和少来喂 一定要保持天亮之前 能吃完 如果不能保持天亮之前 吃完 很有可能会导致 蜂场里面的蜜蜂 抢蜜打架 严重的话还会导致逃跑 今天的视频和大家分享到这里